停車格內的藍色轎車 引擎蓋 車身擋風玻璃 全遭到鳥糞襲擊 沒有一處幸免 而另一邊的機車也同樣很慘 就很傷車漆啊 這會咬車漆咬得很嚴重啊 很傷車啊 對啊 到時候車子要乘得很輕 地點就在基隆田寮河邊 美猴橋到富狗橋 這段行道處上 每年5月到8月 都會有黃頭路 小白路 或者夜路 上千隻的鹿坑鳥類 來竹槽育除 而底下正好就是停車格 不少車主深受其害 我也會停車 不敢停滑油 然後停滑油就停滑到整個 都要算啊 要逛啊 哪條停你十分鐘啊 停車剛才的車子 十分鐘就整車 整坡了 過去就曾經因為 到底要不要將路數移走 引發了討論 現在市政府決定 不影響鳥類棲息的前提下 先設立告示牌 提醒民眾停車的風險之外 也將研議推出 在那邊我們就不要讓民眾能停車 那在短期之內我們可能會先設告示牌的部分 提醒民眾 那盡量不要在這邊坐停車 其實受害的不只車輛 像是新一路上的人行道沒有遮雨棚 很多行人根本不敢從樹下走過 就算大熱天也只能撐著傘通行 環保區其實有一直在掌握 也持續的在針對田療河周邊 尤其是青稽橋相關的範圍 清潔隊一直都有持續的在做相關的清理 那最近我們也常常接到民眾的陳情 我們最近可能是因為季節轉換的關係 我們現在有發現 在樹上的這個鳥類 確實數量有比較多 那造成地上的這個鳥糞便 也確實的這個數量也有增加 所以環保局這邊也會依照現有的現況 做滾動式的調整 請清潔隊針對現在這些重點的區域 來持續做清潔的加強 目前市任府交通處已經派員 將可能遭到鳥糞襲擊的停車格 標線暫時突銷 避免載有車輛遭到波及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